好,我们现在来推到平面的方程 平面的方程 那么如果我们说一个平面过一个点 如果这个点是我们叫做P0 还是记住X0、Y0和Z0 而且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发现向量 这个N就是垂直于它的一个向量 N等于ABC 那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两个条件 去推导出平面的方程 我们可以假设平面上任何一个点 因为是平面上任何一点 它可以代表上 代表上可以基本上可以说是代表平面上的所有点 因为选择是任意一点 那么从这个点 从P0这个点到我们这个点做一个 做一个向量 那么这个向量肯定跟这个发现向量是垂直的 这个有我们的LOMA Vector 这个LOMA Vector 它的定义就是平面上所有的Vector都是跟它垂直的 这是平面的LOMA Vector的定义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 如果把这个点叫做P 那么P0 P这个向量 跟这个LOMA Vector是垂直的 我们知道垂直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他们的点击为0 那我们把他的坐标式写出来 就是x-x0 y-y0 和z-z0 那么去DOT PRODUCT 这个就是ABC C等于0 那我们 这个其实已经是方程了 我们叫做这个是叫做点阀式方程 这个叫做平面的点阀式方程 当然我们把它坐标 把它的内积算出来 可以写出来 Ax-x0 加上b y-y0 加上c z-z0 等于0 那么这两个方程我们都叫做Pont-Lawman Equation 就是点阀式方程 这是我们第一个方程 第一种方程类型 那我们可以把它解开 就是Ax加上by 加上cz 等于D 等于D 那D 就等于Ax0 加上b y0 加上cz 这个叫做平面的一般式方程 或者是叫做它的标准式方程 Standard Equation 这是平面的一般式方程 前面 前面的是平面的点阀式方程 前面的是平面的点阀式方程 那我们还可以对它做个变形 我们两边同时除以D 就是Ax除以D 加上b y除以D 加上cz除以D 等于1 当然D不能 这个时候是D 不能等于0 那我们再把它改一改 这是A 这是x 我们把它写成x除以A 加上y除以B 加上z除以C 等于1 那么这个A当然是D除以A B是D除以B C是等于D除以这个大C 这是大C 这是小C 我们用的小个字母 那这个叫做平面的拮据式方程 中文叫拮据式方程 英文叫啥 应该是intercepts form intercepts form 或者intercepts form 或者intercepts equation 平面的拮据式方程 是为什么呢 是为什么我们叫拮据式方程 因为x在x轴上的这个坐标正好是A y轴上的坐标正好是B z轴的坐标是C 我们令x和另外z都等于0 那我们得到平面跟x轴的交点是A 跟y轴的交点是x和z都等于0 那么y轴的交点是B 而z轴的交点是C 那么平面可以这样子画出来 这是平面的拮据式方程 叫intercepts form 这样得到的是平面的拮据式方程 那我们已经有了点 点阀式方程和一般式方程 还有它的拮据式方程 那对于平面的方程 通常我们所出现的题 那么给定一个点和它垂直的向量 或者是垂直的线 或者是给定三个点 我们去找方程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个立体 如果是通过点 201 而且是垂直于一个直线 这个直线通过两个点 这两个点是110 我们把这个记作P吧 和Q是4-1 2 那我们找这个平面的方程 那么对于找平面的方程 我们通常是需要找的时候 需要要找的东西 就是它的它的Long Vector 那我们知道Long Vector 实际上在这里 因为它是垂直于这条直线 这直线通过这两点 那么这两点所组成的这个Vector 就是这条直线的方向向量 直线的方向向量一定垂直于平面 它就是平面的发现向量 所以这是3-2和2 所以它的Equation 它的Equation就是 就是3倍的X-2加上或者减2 减上2倍的Y 因为Y-0 再加上2倍的Z-1等于0 这是我们的点发式方程 或者是或者写成3X-2Y加上2Z 那么这是-6和-2 就是-8 -8E的右边是8 这是一般式方程 这是点发式方程 这个是一般式方程 或者是标准方程 还有我们可以把它除下来 又变成X除以谁呢 8除过来 8除过来 就是3 8分之3 就是8分之8 减去Y除以4分之1 除以4 Y除以4 再加上Z除以4等于1 这是结局式方程 结局式方程 我们这是给定了一个点和它发现项链上的两个点 那我们看如果给定三个点 我们给定三个点 那我们直接给定三个点 我们可以选任一个点做我们平面过的那个点嘛 那关键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出它的Loma vector 那我们可以通过两个vector可以找出第三个vector 如果这是P这是Q这是R的话 那垂直有两个下 那垂直有两个向量去找出垂直它们的向量 那我们用的是Cross-Production 它既垂直于那边又垂直这边 它既垂直于那边又垂直于这边 它即是垂直于那边又垂直于那边 它既垂直于那边又垂直这边 因为我们Cross-Production Q是2-4和4 然后P2 这是等于4-1和-2 那么这个Long Vector就可以写成是PQ 差几P2 那我们根据差几的定义 这是一个行列式 2-4,4-4,4-1,4-2 那我们直接算出来 我们计算 这是我们写到下面 I 就是-4,4-1,4-2 减去 这是2,4,4-2 K的分量是2-4-4-1 那么用二阶的算出来 这是8加4是2 I G是-4-16 -20在前面的符号是20 G K -2-16 是14 -2-16 是4K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Long Vector 就是12 20和14 所以它的平面的Function 我们可以写成12X 我们可以选任何一个点 作为我们通过的点 那这里我们就选P就好了 12X-1加上20Y-3 再加上14Z-2等于0 当然这个方程我们可以简化 稍微简化一点 两边同时除以2 因为公因子2 我们可以把它除掉 6倍X-1加上10倍的Y-3再加上7倍的Z-2等于0 这个是我们的点法式方程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它写成6X-1加上10Y加上7Z等于多少呢 -6-30 -36 再-14-50 你到右边呢 等于50 这是一般是方程 当然如果它不要求的话 你可以算出一个就可以了 这是平面的Function 我们的求法 当然我们要通过已知条件去算它的Loma Vector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也需要根据它的给出的条件 我们去把它的法线向上找出来 好 那我们稍微提议一下 这个两个平面的夹角 两个平面的夹角 我们是怎么定义的 两个平面的夹角 我们就定义成 它们两个法线向量的夹角 例如说 这个平面 跟这个平面 它的夹角 我们选的是这样的夹角 这样一个夹角 其实 这个画得不太好 重新画一下 这是平面 这个平面 这两个平面的夹角 我们定义成 它们的夹角 就定义成它们两个法线向量的夹角 这个是Sigma1 这是Sigma2 这个就是N1 这是N2 这个夹角是Modθ 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夹角 这个夹角实际上说 我们是在严格的定义 就是严格定义 我们是在平面上有个 有个向量 我们把它投影 投影下去 投影下去 投影的这个向量 定义成这两个夹角 当然这两个夹角 跟这两个夹角是一样的 相对于给它们都旋转90度 所以我们定义两个平面的夹角 是两个法线向量的夹角 所以我们可以先直接算 这是Angles 它的定义就是Angle Between 它的定义就是用两个法线向量的夹角来定义 那我们计算 就是N1到N2 我们之前算着 加角的余选 我们就是普通的向量的余选的算法来定义 来计算 当然我们的这个夹角 我们θ我们是小于 等于90度 就是小于等于 我们 大于理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选个 在求这个DOT PRODUCT的时候 我们加上绝对值 因为我们可以看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法线向量 这是N1 这是N2的话 那我们选的是这样的夹角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我们知道 如果N2是平面的法线向量 那么负的N2 它也是平面的法线向量 所以我们只找这个ACUTE 就是找这个锐角 我们只找这个锐角部分 我们只找这个两项量 它有它们夹角的锐角的部分 我们不是去它们正向 不是去这个 所以我们通常会 在这个类极这里 加一个绝对值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找两个平面的夹角 X-Y加上2Z等于6 和2X加上Y再加上Z等于5 那我们根据两个项量的加角的计算方式 我们知道Cos and Theta 是等于N1.N2取决的值 然后N1的长度乘上N2的长度 那么N1.N2就是1-1和2 我们.R1 我们取决对值 然后根号下 1 1的平方加上1的平方 加上2的平方 1的平方加-1的平方 这是2的平方加上1的平方 再加1 1的平方 那么两个都是根号6 所以乘出来是6 而上面的球 这个DOT PRODUCT 1乘2 等于2 再减1 再加2 等于3 所以是等于2分之1 所以Cos and Theta等于2分之1 那我们得到Theta是等于60度 三分之π 这个就是我们两个项量的夹角的计算 我们两个平面的夹角的计算 是通过两个法线项量的计算 那个夹角来算出来 所以我们说两个平面的夹角是三分之π 那么平面的Function 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